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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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层林叠翠 飞铺高悬 茂盛的植被 为大地铺就一层 绿意盎然的后坛 江岸一旁 那些拔地而起 形态各异的巨型石峰 更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永迦地区的火山岩 它的强度非常高 硬度很大 因为它有多次的交接作用 所以在构造印尼 这种情况下它形成了破裂 而且破裂基本上是垂直的 就垂直结理为多 所以这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 非常选境的一种 高山峡谷 绝壁的这个地貌 这种地貌就特别封闭 永迦地区疾风林立 其中四座风格迥异 被人视作当地疾风的代表 它们分别是十二峰 太阳崖 石维岩 和福龙三崖 十二峰位于南西江支流 小南西一侧 陡立的火山岩石峰 临寻蒸笼 如护卫神仙洞府的巨人 屹立山岗 这就是一种火山岩 岩江从火山口喷扭出来之后 往外流淌的时候 固结形成的岩石 实地考察后 地质专家发现 它是一处少有的火山岩封丛地貌 在久远的地质年代 它的周边很可能存在多座火山 太阳崖位于南西江的源头 这里山高林密 人际罕至 科考队在巷岛带领下 一路穿越原始山岛 西流河谷 飞尽周折 终于来到太阳崖下 之间二百多米的巨型岩壁上 成百上千的火山岩石柱 由内向外发散 四树木的年轮 又像硬刻在盘石上的一轮朝阳 光芒四射 崖壁一旁 还有一条巨大的龙凤固步 倾泻而下 景象无比壮丽 在专家看来 这是一处局势罕见的地质奇观 非常完美的一种放射状的 半球形的这个柱状结底 这个在世界上 作为地质景观来说 确实是少之又少的稀罕 珍稀景观 柱状结底是火山岩地貌的一种 在我国有多处分布 但它们通常都表现出垂直地面的形态 作为地质专家 多年来 邱小平教授考察过世界各地 许多国家的火山地貌 却还从未见过 会拐弯的柱状结理 那么 太阳崖这世间少有的 半球状柱状结理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为了仔细观察太阳崖的岩石情况 柯考队使用航拍器升空进行拍摄 先是这个石头 让这飞机沿着这个 对 峡谷这个 塑流而上 对 往崖壁方向走 我们从水平的这个 这个圆柱现在逐渐变为垂直的圆柱 对 对 它那变了 它开始是水平的 然后呢 我往西去的时候就逐渐立起来了 对 它现在在无人机这个景桌里 看得极其清楚 非常清楚 因为能够靠近它看 那么现在我们看后面这个 这个柱状结理这个太阳崖 冷切面很清楚 一层一层 都是这个弧形面 就半圆的面 而且从外道里逐渐收缩 那么每一个柱子 都是跟这个半圆面是垂直的 专家告诉我们 在刚才无人机贴近牙壁拍摄的镜头中 它有了意外的发现 牙壁中心存在一处明显的黑洞 它认为 这正是揭开太阳牙成因的关键 可以推测 它就是熔岩隧道 就是当时大量的熔岩 从这个通道里面涌出来 我们用一句很通俗的话说 那个熔岩隧道的洞 那边上就是高温中心 然后往四周 往上往下都是低温的 都是冷却的 它像太阳河 对对就像一个原子河一样 这个太阳河的这个位置 所以所有的这个 渡栓结底还有 这个弧形的冷却面 都是以它为中心 巨厚的熔岩 从这个熔岩隧道涌出来之后 现在很厚的熔岩 熔岩包或者熔岩古丘 当时还热着的 正好这里发生了 地壳运动的台声 它下面把它拱起来 邱教授猜测 当时从熔岩隧道中 涌出的大量岩浆 尚未冷却 就遭遇了剧烈的地质活动 这里的地壳开始浓声 正是这样的机遇 才造就了太阳崖 罕见的半圆形外观 它一边抬声一边冷却 因为这个熔岩当时还是软的 所以它这个浓声的时候 发生了这个破裂面 它是韧性的破裂面 所以它有点流体立斜的性质 是流体的性质 所以它就是形成球形的破裂面 不是平直的直上直下的面 所以这形的破裂面 然后变成了一个球形的冷却面 才形成这个半球形的 这个柱转结底的景观 那抬声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它静止下来了 然后这个熔岩流慢慢冷却 才形成这么规则的 光芒四射的太阳崖这个景观 邱小平说 眼前的这道山崖 远不止我们现在看到的规模 茂密的植被下 岩层中应该遍布着放射状的结底 而洪荒年代的那一次地质龙升 不仅造就了壮观雄伟的太阳崖 还催生出一旁灵动秀美的龙凤步步 大自然的桥手 亦乎是同时塑造出 这近在矩齿 水火不同的两处奇景 应该说是同一个地质时期的产物 在这个太阳崖 在龙升过程中 这个龙凤瀑布的这个崖壁就发生了断裂 所以瀑布的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 非常陡立的一个断层崖 那么断层崖就能够形成一个瀑布 然后形成一个跌水生坛 而且它这个 这种龙升是阶梯式的龙升 所以它好几个平行的断裂 仔细观察崖壁下的谷底环境后 邱教授注意到 深测有许多巨大的岩块 我们到前面那个崩塌岩块那边去看看 这块岩石高大概十米 长宽高各十米 就是说它有一千立方米 大概有三千吨的重量 这块石头 这么大的石头 全部是从那个崖壁上崩塌下来的 所以它保留了这种 柱状结底的这个形态构造完全一致 跟上面是一样的 它就是从上面掉下来 专家告诉队员们 人们现在能够目睹太阳崖的真面目 龙凤瀑布布功不可没 正是一旁飞流直下的瀑布 让这曾经隐身的火山奇观袒露出来 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个瀑布我们现在看到的水量并不大 但是远古时期 它的水量比现在要高至十倍以上 真是远古洪水年代 那么既然的洪水就会产生强烈的溯岩寝石 就是向源头的方向寝石 让这一块的石头大量地崩塌堆基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 也许都是当年溯岩寝石之后 有崩塌下来的 如果说没有溯岩寝石 我们是看不到这个太阳崖的 太阳前面被这些直立的 这个柱转的颜色给挡住了 正因为有这个瀑布的巨量的洪水 强大的溯岩寝石 把遮挡太阳的这块岩块 崩脱落下来 才使它露出真容 应该说没有太阳崖就没有瀑布 没有瀑布也没有太阳崖 互相依存的关系 科考队进入永家之后 先后考察了十二封太阳崖 他们都与火山直接相关 是水火交融共同作用的产物 考察表明 仅在永家县一地 这个火山岩的厚度 就至少超过了千米 范围几乎覆盖大部分的陷阱 在专家看来 这绝不是单独一两座火山的活动 而是大型火山集群长期活动的结果 接下来考察组将前往永家四座奇峰当中 最为壮观的一座 石维炎 那他的身世又是如何呢 南西江所经之处 奇峰林立 奇景层出 而在当地人眼中 最壮美雄奇的景象 莫过于高306米的巨型石峰 石维炎 他独时乘风 直插云天 众山环抱间 傲然屹立 卓而不群 科考队离开了太阳崖 沿南西江折向东南方向的石维炎 在当地传说中 太阳崖 石维炎 为神灵所赐 他们各司其职 太阳崖可除腰震魔 石维炎则是定水神针 能护有条条西河 长落有序 风调雨顺 在山道绕行数小时后 两侧视野渐渐开阔 不久 前方出现了让人惊叹不已的景象 石维炎是一座立于山间古地中的巨型岩峰 它三面都是立斗如霄的峭壁 三百零六米高的尾岸深区 如大将军一般 奥立于群山环抱边 而从山体的另一个角度 石维炎又如巨型船帆 正被风浮起 整片山谷 仿佛即将破云前行的飞船 这就是我们的石维炎 那石维炎的威就像一个船的船帆 那整个现在从这个角度看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船帆 真的是这样 教授 难怪说无限风光在显风 这儿的显风真是有点名不惜传 是啊 我们从十二峰开始的这个 齐风意景之理 形态各异 到了这里才真正是极品的 石维炎的雄旗 让到访之人无不赞叹 著名作家汪曾祺 看到这番奇景 无想连篇地写下 石维亭博 历千万载 月季沧桑 轻言不改的诗句 而在地质专家邱小平眼中 石维炎是一处非同寻常的地质奇观 石维炎是一座火山岩山峰 它的高度达到了306米 它比美国怀俄民州的魔鬼塔还要高 这个毒岩层山 一定有它非常独特的层樱 石维炎脚下一条溪河 划出一道跳动的圆弧 将石峰周边的山巒分割开 河水回环曲折 两岸峭壁对立 为了弄清石维炎附近的山形地貌 和水文情况 在专家的建议下 课考队决定乘坐批法艇 绕行山间进行考察 好 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 这个石维炎的漂流了 这个水道是直接沿着南西江 绕过这个石维炎 我们这样就能更清楚地看清楚 河床和两边的岩石的构成情况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风险 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 直接上去就行了是吧 然后呢 就坐这儿是吗 背靠着 背靠着 这样就对了对吧 对 我肯定会湿的吧 全身会湿透 全身会湿透啊 好吧 一发井沿着河道顺流而下 刚一入水就遭遇了急流 飞溅的水浪 请各间灌入艇中 顺流而下 记者注意到 这一段水面不宽 水中布满大小不一的礁石 沿途山体密布 但都并不高大 向导介绍说 水中漂流 可能会遇到各种情况 最危险的就是轻负 水流情况复杂 一旦批发井遭遇巨大的漩涡 或者不易通过的障碍物 就可能引起船体轻负 造成危险 因此 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 山中的天气变换无常 原本还是万里清空 半个小时后 天色陡然间暗了下来 同行的队员富有经验 他告诉记者 暴雨容易引发山洪 此时继续在河道中漂流 异常危险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立即终止了这次漂流 随后 队员们将琵琶艇 拉到一处山坳中 而几乎与此同时 漂泊大雨 倾盆而下 现在能看见 你给你下的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本来计划 绕这个石油园 完成一周的这个漂流 现在没有办法 你下的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我们只能赶紧 终止了这次科考 赶紧找个地方给你去 我还从来没有认身 见过这么大的雨 两个多小时后 暴雨坚持 队员们才得以返回 山里面就是这样 一场暴雨过后 你看 出现了无数的这个瀑布 这是两条小的 刚才没看见一条特别大的 要注意啊 走过这地方都要特别小心 可见刚才令这几雨下的有多大 本来这都是干干的 现在瞬间出现了 这不还挺要的 美景总在风雨后 走出山谷 夕阳斜照 彩虹高悬 石油岩上云雾生腾 面前的景色如梦似幻 四日一早 科考队再度来到石油岩脚下 你看这水流都是一个 弧形的一个弯曲的水流 我们用罗盘给它定一个方向 这个水流是从东南方向 往后面是西北方向流过去的 而且它是围绕这个石油岩 转了大半个圆绕过去的 目前这个还是所谓风水区 水流的切割倾施作用非常强 一开始它先有这个裂隙 然后水流就顺着这个裂隙 不停地侵蚀切割 使这个裂隙越来越扩大 就形成了一个峡谷 您看啊 那个崖壁上这个都凹陷 是吧 都出来了 这个是跟流水的侵蚀崩塌 是有关系的吗 对 基本上都是洪水期的时候 它就可以把壁上的 都给它侵蚀下来 而且还造成这个山上的石块 崩塌下来 现在我们看到 全部是崩塌的盐块 这河里的大石头都是的 都是崩塌下来的 就是因为流水 把它下面基座挺适之后 上面石头就不稳固了 就会崩塌下来 我们现在这个 有二三百米高的这个峡谷 都是由流水 切割这个裂隙形成的 随后 邱小平告诉记者 石维炎的行程 同样离不开流水的长期侵蚀 它是强烈构造活动 与水流共同完成的杰作 伍岛 你看看这个水里的 水里能看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这个水好轻啊 对啊 而且还是挺深的 有一点深的 对 岩石上面你能看到什么现象吗 那个石头上有裂隙 对 然后那个是个X形状的 对对 两个方向相交的裂隙 这个在我们 岩石立下叫 共二剪切裂隙 基本上有个角度相交 像这个基本上是90度相交了 专家认为 石维炎起初和周边的山体 曾是一个整体 水中岩石中交错的结底表明 这里曾经有过强烈的构造活动 将整块岩体分割成众多的块体 它们正是石维炎和周边群山的母体 岩壁上向内凹陷的岩学证实 九远年代 那儿曾是河水流经的地方 如今河流下接了几十米 逐渐流水对石维炎的形成至关重要 邱教授告诉大家 千万年来 流水始终沿着岩石裂气间不断侵蚀 同时地层也在抬升 天长日久 最终塑造出眼前这座高大的孤峰 初步地考察发现 石维炎形成的基礼似乎与周边多处景观并无二致 然而接下来 一个契机的出现 让科考队不经意间 窥探到了石维炎显为人知的身世 我们这石维炎很神奇的 上面有林子的 也有很多药材 它上面还有猴子生活在那里 有猴子呀 对啊猴子有好几十只的 那他们住在这山上吃什么喝什么呀 上面有很多野树野果的 教授这太有意思了 这么小一个光秃秃的石壁 上面居然有树林 还有猴子生活着 我真想看看这上面是什么环境 石维炎多个方向都是近90度的陡峭炎壁 即便对攀岩高手也是千难万难 只有西北一侧 一从植被沿着树道裂系向峰顶延伸 但即使从这攀爬 多数路段波度也超过70度 不仅如此 攀爬者还要面临脚下失滑 岩石松动 毒虫毒蛇等重重危险 就在记者打量这座高大孤峰的时候 专家邱小平却注意到 石维炎更加不同寻常的地方 这个是非常破碎的这个火山岩 极度破碎 对 这一敲就全掉下来了 就是按理来说 这么破碎的火山岩 不应该形成这么高耸入营的一个孤峰 而且我们现在看过去这种岩石 它这个颜色是红黄色的 我们看到的火山岩是灰白色的 所以它显然 岩石的类型不太一样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到靠近它 走近它去现场考察一下 看看它是由什么岩石组成的 它这个石维炎有什么结构构造 邱教授告诉大家 作为一处罕见的地质奇观 石维炎一定有着独特的成因 只有想方设法采提包括山顶在内多处位置的岩石样本 才能揭开这座奇蜂的秘密 经过仔细的准备 一支专业的攀登队伍在石维炎下争装待发 打算向着令人生畏的石锋发起挑战 测试测试 收到请回话 收到收到 收到收到 大家准备好了吗 有没有信心 有 好 出发 小心看路 我觉得咱们这趟真的是充满挑战 还挺有风险的 因为能看到这个往上的这个路 基本上都超过了70度 所以可能需要借助这个专业的绳索 甚至这个藤 才能往上攀登 而且现在这个路呢 其实比较湿滑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山石这个滚落下来 前方可能还有毒虫吧 毒蛇的 但是好在有这些特别有经验的专业队员协助我 我觉得这一次我一定会不屈死心的 等等我 石维炎高达306米 它攀登起来难度极大 探险队计划的考察方案 是首先攀登到距地面 大约200米左右的山峰腰部 来采集炎样 如果条件具备的话 再考虑登顶 去登上这座充满凶险的巨型石峰 在山顶上采集炎石样本 队员们是否能够如愿以偿呢 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继续对南西江流域的 其风一景展开可靠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